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露的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散布的虚假指控 他声称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最近在底特律的集会上的群众根本不存在 并且这些照片是使用人工智能卫造的 然而现场实际上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参加 并且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特朗普的说法 这一阴谋论已被多个参加者和媒体的照片和视频所驳斥 特朗普不仅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这些错误信息 还多次夸大自己集会的群众规模 这次的虚假指控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他言论真实性的质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美国政坛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一次引发了争议和舆论的热烈讨论 这一次 矛头指向了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虚假声称 上周哈里斯在底特律的一场集会上根本没有人 并且他使用人工智能AI伪造了群众照片 然而事实却截然不同 有人注意到卡玛拉在机场作弊了吗?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写道 飞机旁边根本没有人 他用人工智能伪造了一大群所谓的追随者 但他们根本不存在 随后他继续说 他是个骗子 他根本没有人在等候 但群众看起来像有一万人 特朗普的这些言论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哈里斯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大卫普洛夫在X前身为Twitter上对此表示担忧 这些不是来自乎联网最深处的阴谋论言论 普洛夫写道 作者可能拥有核密码 并对影响我们几十年的决策负责 实际上 上周在底特律的机场机库举行的活动进行了直播 媒体广泛报道 许多参加者也发布了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显示场地挤满了人 当地新闻媒体MLive估计 机库内有1万5千人参加 参加者甚至溢出到停机坪上 密歇根州立法者马洛里 麦克莫罗也在活动中发布了照片 指出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人群 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在X上回应特朗普的言论 写道 这是一张在密歇根州哈里斯沃尔兹活动上 1万5千人的实际照片 多年来 特朗普一直将群众规模作为成功的衡量标准 他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吹嘘自己能吸引多大的群众 上周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 没有人比我吸引更大的群众 特朗普此前曾声称 2021年1月6日 他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观众数量超过了 马丁·路德·金博士的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 尽管有照片证据显示并非如此 特朗普经常被事实核查员和反对派团体挑战 因为他提升了被正位的指控 将无根据的谣言当作事实 特别是在面临政治威胁时 2016年 他虚假声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不是在美国出生 并且没有上过哥伦比亚大学 此外 特朗普还曾声称他的税务被审计是因为他是基督徒 疫苗与自闭症有关 气候变化是骗局 2020年 他拒绝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倡导戴口罩 并推广无根据的风险声称 华盛顿邮报事实核查团队在2021年1月指出 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记录了30,573个不实言论 平均每天约21个错误声明 这次的事件也引来了哈里斯竞选团队的回击 他们不仅反驳了特朗普的指控 还用实际照片证明了现场的巨大人群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 在与哈里斯一起参加的集会上 面对民主党估计超过1万5千人的亚利桑那州观众 打趣道 好像没有人在乎群众规模一样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在民主党内部引发了巨大的热情 共和党人不断声称哈里斯处于蜜月期 但事实上 哈里斯和他的竞选搭档提姆·沃尔兹的支持者 和势头却在不断增长 共和党的攻击主要集中在提姆·沃尔兹的军事记录 和作为名尼苏达州州长的工作上 但这些攻击迄今未能引起选民的共鸣 哈里斯在8月初拥有了36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 这是他上周成功推出提姆·沃尔兹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结果 随着乔·拜登退出竞选 民主党和独立选民对民主党票的热情回升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在民调中也在飙升 副总统和他的竞选搭档将在本月晚些时候 在为其四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亮相 鉴于党代会通常会伴随着人气的提升 哈里斯的势头可能会持续到月底 在周日就金山的一次筹款活动中 哈里斯似乎间接回应了特朗普的指控 他提到全国各地的能量是不可否认的 并说媒体和我们的对手喜欢关注我们的群众规模 是的群众很大 但更好的是 他说参加者成千上万的报名参加志愿者轮班 共和党人不断声称卡玛拉·哈里斯在提名后处于蜜月期 但这并没有减缓他的势头 参议员马克·维恩·穆林在周日对NewsNation表示 这一切都是哈里斯的蜜月期 他还没有回答任何媒体的问题 他没有进行任何访谈 他在躲避他的记录 你必须在某个时候回答这些问题 即使是特朗普的民调专家 也注意到了自哈里斯成为民主党的最高候选人以来民调的变化 民调专家托尼·法布里奇奥告诉竞选团队 民调会在变好之前变得更糟 但强调竞选并没有根本改变 法布里奇奥说 选民会将拜登的政策和他对自由派形势 司法方法的支持归咎于哈里斯 这将导致他的民调下降 但不会在三周内发生 到目前为止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民调会下降 几周前 民主党人普遍被报道对秋季的选举前景感到无法安慰 担心不仅在票的顶端 甚至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也会遭遇惨败 现在 这种感觉在华盛顿几乎消失了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突然变得非常有竞争力 如果不是直接获胜 在他的前竞选搭档乔·拜登数月来一直在挣扎的摇摆周 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不断声称哈里斯处于蜜月期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民调中继续上升 周日发布的一项新的民主党 对北卡罗来纳州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该州与他的对手打成平手 即使哈里斯无法在11月赢得北卡罗来纳州 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 他在这些倾向共和党的摇摆州的新竞争优势 可能会迫使他的对手花费数百万美元进行广告防御 这些事件和指控让人不得不再一次思考特朗普的言论和行为 他的这些言论不仅仅是针对哈里斯个人的攻击 更是对整个选举制度和民主体制的质疑 事实核查 媒体报道和社会各界的反应证明了虚假的指控 不会动摇事实的根基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 真相终将胜出 悉尼尘封报、华盛顿邮报、独立报、CNN和金融时报均对此报导有贡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首先 特朗普声称哈里斯的集会人群是由AI卫造的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事实是 现场有成千上万的人 甚至当地媒体也报道了这一事实 这么说吧 特朗普的这种指控就像是说嬴政修建的阿房公其实是用积木搭建的 真是荒诞不惊 楚天书 你这么说可太小看特朗普了 这可是我们的阴谋论大师啊 他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某个角落找到几个信徒 这就像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特朗普不正是靠着这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才风靡全美的吗 谢琪琪 我看你是被特朗普的口才给唬住了 他的这种指控不过是为了转移注意力罢了 根据华盛顿邮报 特朗普在任期内平均每天发表21个错误言论 简直就是字典里的假消息条目活生生的例子 说到阴谋论 特朗普可是不遗余力 从奥巴马不是美国出生的谣言到气候变化是骗局 他什么都敢说 哇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都觉得特朗普应该去竞选阴谋论之王了 但话说回来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可不会在乎这些错误言论 他们觉得每一句都是荆轲玉律 你看 特朗普这么一说 马上就有人跑去检查哈里斯的集会照片 好像福尔摩斯上身一样找破绽 这不是特朗普的魅力吗 谢琪琪 你这话可真有意思 特朗普的魅力 更多是他的支持者们 对事实的无知和盲目信仰 根据事实核查 哈里斯的集会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 这些照片和视频根本不需要用AI伪造 这就像是秦始皇修建长城那样 尽管有些人叫苦连天 但长城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特朗普只是擅长制造假新闻 却无法改变事实本身 好吧 楚天书 你这么说我也不得不承认 现实还是现实 特朗普的这些指控 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博取关注 但说真的 他在这方面的创意和想象力 真的是无人能抵 就像他之前说过的 没有人比他更能吸引大群众 这可真是他的一大特长 只不过 这次他错把长城当积木了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